欢迎收看于一说 抓住这个夏天的尾巴成功出圈 DC队长张静这颗沧海注重于浮出水面 从一开始的无人问津 到频繁上热搜 凭借着个人魅力和业务能力不断圈粉 前一秒还像个严厉的老父亲 后一秒就可能会变成一个活力十足的大男孩 看他在台上又唱又跳又打的样子 谁能想到他已经47岁了呢 论太少分的快乐 一般人get不到 作为一个拥有无数明星梦的普通人 从一无所有刀斩上领奖台需要走多远的路 详情请参考张静的人生履历 初到20年 从草根一路逆袭到主角 活脱脱的一部励志成长史 农村出身 没家是没背景 因为有个爱无数的老爸 从小而如目染 对武术萌发了热情的种子 9岁开始习武 11岁入选四川少年武术队 今年17殷勤修太极拳 太极拳而相后获得全国总冠军 1993年 在第七届全运会上获得八卦掌 枪 建金牌 1995年 获得国家武英级运动员的称号 在进入演艺圈之前 是一个实打实的运动员 24岁从武术队退役后 满心欢喜地进入影视圈 那时的张静还做着年少轻狂的梦 认为只要自己打得好 就一定可以当演员 先从幕后工作开始做起 一个个剧组跟 一场场戏去拼 直到被袁和平坎中 加入袁家班 由于做5T的出色表现 被推荐到了武府藏龙剧组 成为了周润发的武术老师 张子怡和杨子琼的武术指导 周润发临别时 还送了他一套运动服 以做感谢 加入袁家班后 多了很多施展才能的机会 可是他在剧组 也只能当没法露脸的5T 不能露脸的演员 还叫演员嘛 这跟他一开始的目标相去甚远 因为身材瘦小 多数时候被叫去做女演员的替身 还为小李飞刀中的贾静文 当过替身 其中教恩俊的很多打谢 也是由张静完成 即使这样 在张静看来 已经前进了一大步 为了方便 还特意把头发留长 当了多年的替身之后 张静也开始让是一些小角色 由于没有学习过表演 在做替身的两年里 只要有空闲时间 就向片场的演员和导演 请教表演上的问题 终于 在2000年 张静拿到了他人生中 第一个能露脸的角色 武林外事里的一个小跟班 一个不起眼的角色 已经是跨出了一大步 没有引起什么关注度 仅仅是混个经验而已 但后来的遭遇告诉他 什么叫剧之门外 当时的张静脸上 还带着点婴儿肥 几乎所有的导演都告诉他 你长着一张娃娃脸 最多只能当个主演 身边的弟弟或小跟班 温温演不了主角 省省吧 话虽难听 但在90年代的大众审美 确实更倾向于 浓眉大眼的大男主长相 比如焦恩俊 又或者是同样武打出身的吴京 赵文卓 同一年出生的吴京 都是少年加入武术队 靠着具有辨识度的形象 很快做了男一号 比他大几年的赵文卓 又张静一直苦于寻觅发展的机会 在《新少林寺》里 男主是吴京 而张静只是该剧中 牧羊女的替身 2001年 张静又接到了一个配角的戏 在武侠剧《消失一郎》里 饰演一个冷酷无情的人物雪莺 但同样没有掀起什么水花 此后的时间一直在剧组里跑龙套 当配角 一直徘徊在演艺圈边缘 没拍戏的时候 也会去做五指谋生 Tilly焦丸儿的武术指导就是张静 说明他的实力是被大家认可的 只是一直没有等到好机会 2002年 张艺谋导演的转型 直作《英雄》开拍 张静又作为真子丹的替身出场 直到2004年 才接到一个戏份焦重的配角 就是《水月洞天》里的童心 很多人也是因此才认识张静 这个角色呆呆傻傻 跟蔡少芬有不少对手戏 电视剧播出后反响不错 因此马上追拍续集临近传奇 但这部剧戏火人不火 作为电视剧的三个主演 依旧默默无名 甚至在十八线上徘徊 同性火了 但张静没火 之后也接的戏 也都是无足轻重的男配角色 狭衣传奇的附加子弟于俊浩 任周恩在巴黎的《商界新秀陆子号》 爱情维修站的有才华 又帅气的摄影师杨卓 悬红里的反拍叶安 打将额的角色演了又演 但一直没有放弃过 2005年 担任叶燕的武术指导 再次跟张子宇等一众名流合作 次年又在梁尚波 与朱英台里首次担任动作导演 从替身到五指再到导演 这样一晃就是七年时间 曾经的志气少年 魔力成沧桑大叔 却一直没有机会完成他的演员梦 做幕后的这些年 积累了不少的人脉和资源 但他从不会打电话给合作过的导演 问有没有合适的角色 如果有人想起他了 他就去 如果没有 他也不会毛遂自荐 多数时候 是自己去满大街跑通岗 2013年 此时的张静已经39岁 王家卫指导的动作片 也在宗师在内地上映 张静在片中饰演野心勃勃 心术不正的行一拳纵实马三 从钢贼的五梯到跟他演对手戏 这个转变张静用了足足16年才完成 功夫不负有心人 凭借该片中的精湛表现 扩造了第三十三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 这是他事业上的一个重大转折 在金像奖之前 没人知道张静 而在金像奖之后 别人都在问张静是谁 一炮打响了知名度 找上门来的影片多不胜数 2015年上映的动作片《沙破兰2》更是一飞冲天 张静在片中饰演武功高强 心狠手辣的监狱长 西装暴徒的形象成为他的标签 但是穿着贴身的西装并不好打架 束手束脚不说 还经常惩怀衣服 因此在拍摄前 服装组总会多被几套一模一样的西服 以为张静不是直虚 好在一切的付出都是有回报的 靠《沙破兰2》顺利斩获了画顶奖最佳男配 西装暴徒也成为了张静的一个经典形象 有了两部作品 在港圈里的嘎位明显提升了不少 接下来又和甄子丹合作出演《叶温3》里的张天志 好不容易等来了自己演男主的时代 但这个时候恰好使港圈动作片迅速衰退之际 第一部主演的《动作片狂兽》 电影质量和口碑都非常一般 第二部《叶温外传》之章天志重归重举 第三部《九龙不败》的票房更是惨不忍睹 磨砺了二十年 虽然颜值和演技都达到了峰值 但奈何背后的团队青黄不见 出来的影视剧一步步如一步 张静没有因为得奖而要求掌线丑 也没有因为成名了而耍大牌 对于来之不易的演艺事业 一直敬业且小心翼翼 奈何始终没有像成龙 李连杰那样打出自己的时代 或许这才较真正的时不我待 已经47岁的张静虽然看起来跟30岁没什么区别 但真要真枪实弹的去入伯 想必早已失了年轻时的锐气 只能探一句城市载人 谋事载天 这一路跌跌撞撞 一定少不了一个人的支持 那就是他的妻子蔡少芬 娱乐圈的神仙伴侣 现实中的模范夫妻 张静和蔡少芬是两个一起从人生低谷走出来的人 两人在2003年拍摄电视剧《水月洞天节》时 在这之前各自有不可言说的秘密 刚姐出身的蔡少芬表面看起来光鲜亮丽 使得她童年七苦四处飘零 长大后又被母亲抛弃 为生富豪为母还债 辛苦拍戏几年一点积蓄也没存下 绝望之下舍弃一切 顾身依然跑到内地求发展 于是在这里遇到了怀彩不育的青年采俊张静 张静是当时剧组里唯一一个会说粤语的人 所以蔡少芬就常常找她聊天 有什么事也是叫她帮忙 一来二去两个人日久生情 张静当提身跑龙套到处视镜碰壁 蔡少芬就开着车陪她到处跑找机会 有时她忍不住对蔡少芬发脾气 因为她长得美 从来不愁没戏拍 可是她就不一样连路各面的机会都难得 面对她的抱怨 蔡少芬总是在一旁默默陪伴 一个是一些女星 一个是连名字也叫不出的舞梯 不难想到会遭受很多舆论攻击 无一例外是对张静的贬低嘲笑 软饭难 靠老婆 是她那几年摆脱不了的标签 但这些并没有让两个人退缩 反而越走越近 2008年两人在香港举行婚礼 婚后蔡少芬变成了炫肤狂魔 但和张静在事业上辛苦耕耘 却一直没有起色 最严重的时候甚至想要放弃演员这条路 好在蔡少芬一直鼓励她重拾信心 才有了后来一代宗师的机会 为了演好这个别人不屑一顾的 行一拳宗师马三 她下了一番苦功 精心钻研这个菌色的特点 在斑娘典礼上毫不吝啬地感谢自己老婆 再也没有人说张静配不上蔡少芬 如今拥有三个宝宝 儿女双全的张静成了最大赢家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欢迎订阅鱼艺说频道 观看最新的影视娱乐资讯